这影片利用日本交流基金出版的 彩虏生活的日文而制作的 到了彩虏生活的日文的网站 你可以下载课本声音档 也可以利用网络教学网站而自学日文哦 详细的细节可以在资讯栏看一下 这一次要上课本彩虏的第四课哦 要上什么呢 第四课的题目是 住在东京的意思 好,那就问你 你有没有家人、朋友或者宠物的照片 有没有让别人看这些照片呢 原来如此 好,第一小节的题目是 是老公和小孩的意思 这一小节的Gore 是听到对方介绍自己的家人时 能够理解对方的家族成员 学习相关的词语 私の家族 A 父 B 母 C 兄 D 姉 E 弟 F 妹 G 夫 G 夫 妻 I 子供 子供 听着录音跟着说 私の家族 A 父 B 母 C 母 C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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听着录音 从A到I 选出该词语 1 父 です 2 姉 です 3 弟 です 4 兄 です 5 妻 です 6 妹 です 7 子供 です 8 夫 です 9 母 です 2 2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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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2 3 3 4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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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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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5 6 5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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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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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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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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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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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6 7 6 6 7 6 7 7 7 6 8 7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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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7 7 8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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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8 7 8 8 9 9 9 6 7 1 9 9 10 10 父です よろしく 母です 里奈さん どうぞよろしく 兄です よろしく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四的答案呢 没错 七七 是欧川さん的爸爸 五的答案呢 没错 哈哈 是欧川さん的妈妈 六的答案呢 没错 兄 是欧川さん的哥哥 Vadoさん 在公司开放日的活动场地 见到同事 Ishidaさん Ishidaさん 带了家人来参加开放日 あ Ishidaさん あ Vadoさん 紹介します 妹と弟です あ 初めまして Vado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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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的答案呢 没错 妹と 是 Ishidaさん的妹妹 8的答案呢 没错 弟 Vado 是 Ishidaさん的弟弟 学习词语 然后再聆听一次绘画 先生 老师 こちら 这一位 あれ い しゅうがいします 介绍 どうぞ よろしく 请多多指教 单词 要复习一下 那再聆听一次绘画 あれ ひまるさん ああ 下山先生 こんにちは こんにちは ひまるさん えっと 妻です ひまる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あ ごさん あ 井上さん こんにちは こんにちは ごさん 夫と子供です こんにち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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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えっと 紹介します こちら りなさん はじめまして りなです りなさん 父です よろしく 母です りなさん どうぞよろしく 兄です よろしく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あ 石田さん ああ バトさん 紹介します 妹と 弟です あ はじめまして バトで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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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请问你一下 同时介绍两人的时候 是怎样子说呢 没错 使用住词的 就可以把数个名词排列一起 表示 的意思 作用是将名词与名词连接起来 在这刻用来介绍家庭成员时使用 好 上到这里 是不是有人有疑问啊 爸爸不是说 没错 也是爸爸的意思 日文有两种称呼家人的说法 一种是对别人介绍自己家人时使用 另一个称呼别人的家人时候使用 这一次不需要全部背起来 但是稍微介绍一下 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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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母 兄 兄 姉 姉 姉 弟 弟 综 综 母 3 5 5 3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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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中文也有小犬或小女等等的说法吧 和这说法差不多了 慢慢习惯就好了 这一小节的goal是听到对方介绍自己的家人时 能够理解对方的家庭成员 你觉得做得如何呢 一颗星还是很难的 两颗星做到了 三颗星做得很好 请告诉我一下 好,那就继续下一小节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帮忙订阅、点赞、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谢谢大家,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